马河早餐店 选到什么吃什么 今天来个死坏的 好嘞 点选死坏的死坏的是波头风 来个死坏了 走 走开摔的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来来来不来了 摔了是我就打他 看我的 马萨拉 对马萨拉 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冰啊 哈哈你才有冰 哈哈哈哈 他珍惜哦哎 你个小黑子看我的 哈哈哈哈 啊真香哎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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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鲜嫩脆爽 饱少好评的糯米笋 一上桌就被一抢而空 嗯 这真好吃 哇 又脆又嫩的 怎么挑选好的笋子 第一 一定要闻里面不能有牛臭味 第二 要看笋子一定不能有那种太暗太碎的 便嚼料太多 就说明比较老 像我手里面这一碗就差不多 给你们看一下配料表 只有竹笋水和盐 双唇保鲜 不管你是用来炒菜 煲汤 凉拌 打火锅 做法也多种多样 好的食材真心推荐给你们 左下角来两张试一下 拜拜 哎 操碗子 啊 哇 哎呦 那半个给你 啊真香啊 嗯 嗯 慢点吃 嗯 鸡腿我不喜欢吃啊 你们吃吧 啊 诚哥你慢慢吃 我来洗碗 嗯 哈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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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盲盒早餐店 选到什么吃 嗯 谁吗 自己挑 记点名字 看我口罩吹得怎么样 哦 原来是哥哥 他自己选的吗 老大 哈哈 他真香啊 啊 这里和老六不得我 不好意思啊 哈哈 看我的 哈哈哈哈 五块狗人是我的啊 我的也是五块的 看我的 啊 啊 啊 小弟你什么 万般皆是命 风简不有人 哈哈哈 家里有剩饭的 千万别倒掉了 像我这样 做个蛋炒饭 香的不得了 油热放入三个公鸡蛋 快速发烧 把家里的剩米饭倒进去 用锅铲 把米饭压到粒粒分明 再来点我们这个 都是紫苏酱 这个紫苏酱 不仅炒饭香 拌饭拌面 加馒头 也非常不错 再来点生抽 翻炒均匀 出锅前 撒上一点小葱花 就可以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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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盲盒早餐店 选到什么吃什么 嗯 阿正来个五块的 阿正我拿二分 等下要去打篮球了 哦好嘞 吃完打篮球去 咦 篮球 阿正你是懂过看的 啊 阿正是懂我的 这是三分球 哼哼哼看这个 这个这是什么 那是海线 阿正说这是海线 对对对对 这是海线 啊 大海的味道 啊 阿正是小啊 啊 哎哈哈哈哈哈 他的宋伤过去了 哦 再不跟您说一下 这款保障下饭菜 这个年都要过完了 就是这款香辣柴椒酱 它是开盖及时的 平常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 来上一勺 拌饭 拌粉 加馒头 香辣又开胃 如果您也和我一样喜欢吃辣 左下角来一单呗 糯米笋适不适合凉拌呢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年饭上大约大约是多了 来一盘这样的凉拌糯米笋间 最适合不过了 笋子先用冷水泡一下 水烧开后下锅焯水8秒捞出 姜 蒜 小米椒 辣椒面 盐 鸡粉 生抽 香油 像我这样喜欢吃醋的 来点醋吧 最后撒点小葱花 浇上热油 用您发出来小手抓拌均匀 这样的凉拌糯米笋好吃又解腻 下饭下酒根本停不下来 这 给我擀个日本豆腐 嗯 日本豆腐 日本豆腐 嗯 她叫日本豆腐 你不认识中国字吗 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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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哇 今天没做菜随便吃一点 哇 真的 那是一个好嫩啊 那肯定了 这个笋子中采用的是 您以前的笋煎制作了 十斤的鲜笋 才能挑出两到三斤的笋煎部分 吃上一口 四个自行鲜嫩脆爽 好吃的嘞 而且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吃得也放心 这不马上过年了吧 家里面备上几包 来客人了 凉拌小丑打个火锅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多拿几包给我呗 我家客人可多了 你不是多左脚小丹啊